那个今天带大家来转一下这个牛泊比起看一下牛泊比起这个商业区的怎么样 大家自己来感受 牛泊比起是南加州大罗杉矶地区啊这个 海岸线当中啊比较繁华的一个海滩 这边游人比较多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海滩的一个旅游区 这边商业氛围是比较浓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给大家撇个12分钟 看一下这边那个旅游怎么样 我们只提供真实的影像 这个旅游区的人流人气商业氛围 大家自己来看 人流怎么样 这边海边圈这房子我们上次看了下大概是在两三百万一间两三百万美金一间就这么一间啊这样一间大概是两三百万现在不知道这个价格了大概就是三百万左右吧 在很多都是坐那个民俗 通过airbnb啊来 找客人 大家看一下啊这外面是比较防伐的 这是六泊比起啊 给大家 我说我说我给大家一直飞从那个 生克莱门体一直 撇到三塔莫里卡 现在我们已经给大家展示了达拉波音体 啊拉根了比起 还有那个浪比起 应该是皮了接近一半了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气啊今天是周末这个人家是很旺的 人流量很大 美国那个人呢这个生活他们是非常休闲的 今天是陪一两个朋友来海边转 顺便给大家 呃 读一些那个海边那个里头地前一个景况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边的 这个旅游区的人气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随着我们的镜头 这一块是 看一下这个是比较翻楼的 这就是在海边聚会的 这是六泊比起比较核心的 一个旅游区旅游景点 嗯 这块是六泊比起 这个人流量最大的 人 迷积度最高的 一块区域 这你看大家看啊这个人气很旺 这都是 朋友啊 家人啊 他们周末在一起那个聚会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口比度很大的 这个一大周末一大周末在海边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非常的尽情的放松的享受这个自己的生活 这边那个人流量是很大很大的 人流垂流都是很大 大家随着这个镜头啊 观察一下那个老美这个海滩生活六泊比起的人气 排队上车子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 这边的车流 人流 人气 大家看一下 这边停车不是太好停啊 这边停车不是太好停啊 不是太好停车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人气非常旺的人气 这个南加州啊 这边呢这个海滩呢 只有 上百公里吧 阳海线 这个是一年四季啊 一年四季 都是这么多人 这个到冬天这个 都有那个海到海里充满的 到冬天都有 看这个人流 这个到冬天都有 看一下大家啊 看这个这个这个人流量很大很大的 人气也是绝对刚刚的 人气也是绝对刚刚的 看一下这个车流 人流 这个休闲大家 大家看一下这个真的 赶上那个美国那个生活 这是六泡比起啊 那个六泡比起 安加州啊 比较繁华的一个海岸线 比较富有的这一款 六泡比起这边的海景房 这边最贵的有 有上亿美金 几下万 接近上亿美金 在六泡抗斯基 这边房子是比较贵的 他属于那个陈县 属于陈县 好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弄这样 大家去感受美国的这个 周末的海滩的一个生活 呃是不是休闲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